假设cosinθ是五分之负四 而且sinθ呢小于零 那么cotanginθ加上tanginθ的值为多少 cosinθ是负的 而sinθ呢也是负的 cosinθ要是负的话必须是在2或3向线 3要是负的话呢必须在3或4向线 所以结论我们的θ会在3向线 好第三向线呢我们就可以画一个简图 好第三向线的参考角在这边 好那题目告诉我们cosinθ等于5分之负四 所以我们在斜边的地方呢就取五 而cosin呢是r分之x 所以x的地方我们就取负四 而y的部分呢 好y的部分会等于多少 是等于r平方减x平方开根号 所以呢我们就取负三 好那345呢是我们常见的三角形嘛 好那因为它在第三向线 所以必须要加一个负号 好接着我们要来看 cotanginθ加上tanginθ cotanginθ呢是y分之x 而tanginθ呢是x分之y 好所以我们带进来 y分之x x-3分之-4 而x分之y呢是-4分之-3 好所以我们通分 12 好3 4 12嘛 所以前面这边是16 后面这边呢是9 所以是12分之25 所以我们这期答案要选b